近年来 泰国政府不断加大财政预算和增加近十条城市轻轨投资计划 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回缓 增强了泰国地产开发商的投资细心 不少房地产商为了抢占商机 已经把目标延伸至未来的关键交通地段 房地产受政治 经济 政策 投资市场等诸多方面影响 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泰国房地产市场 稳定的政府回暖了房地产市场发展 许多开发商开始新楼盘的建设 2015年前三个月 泰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情况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同时预计今年房地产市场将增长5% 而配套设施越完善 地段越良好的公寓更受客户的青睐 为了能卖出公寓 开发商的销售手段是层出不穷 送空间 减免物业费 高端配套设施服务 楼盘不仅要交通便利 还要价钱适中 近日就有开发商针对客户需求 推出了价格低廉的高层公寓 借此来吸引投资者的目光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 投资泰国房地产是不错的选择 当前人民币对泰铢的汇率比以往较有优势 和增强投资者的购买力 泰国的房地产具有价格低廉 租金回报率高 以及拥有永久产权等优势 泰国的房价基本上更具市场导向而变化 政府调控的影响力较小 但总体来看 整体的涨幅却很稳定 在美国的厅上 股院的地产的颖 市场中是高层市场 高层市场 在美国的这个地产品预养 像华与中国 高层市场 或西方 对产品预养 这些地产品预养 对产品预养 变年载是有通知的 目前泰国白领阶层对公寓的购买力越来越强 他们主要集中购买和选择租一些靠近BTS或MRT附近的公寓楼盘 良好的气候及高回报率在投资成本较少的情况下 外国人更愿意到泰国购买房产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开放脚步 泰国房地产市场有了增长的势头 特别是对于长居曼谷生活工作的外国投资者 和旅游度假客户们 等值几十万人民币的资金 就能在泰国购买到性价比更高的住所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立明 陈展昭 泰国曼谷报道